小猫咪是一种可爱的生物 但你可能不会想到 猫咪竟然会导致生物的灭绝 在新西兰斯蒂芬岛 曾经生活着一种以昆虫为主食的雀 名叫斯蒂芬岛易寥 由于岛上的生活无忧无虑 这种鸟已经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成为陆形鸟 直到有一天 岛上来了一位灯塔守护人 他为了排遣寂寞 带来了一只小猫咪作为陪伴 不过他并不知道 这只小猫咪已经怀孕 于是一只小猫咪就变成了一群小猫咪 这群猫咪在这座岛上根本没有天敌 而它们的猎物却异常充沛 尤其是不会飞的斯蒂芬岛易寥 简直是它们最佳的戏耍围猎对象 于是这种珍贵的鸟类 在小猫咪的玩弄下 很快就灭绝了 这座岛上的守塔人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见过活着的斯蒂芬岛易寥的人类 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方便收看最新内容 创作不易 感谢支持 或许这听着只是一个故事 但实际上讲述的是 外来物种入侵带来的严重灾难 那就是物种的灭绝 比如我们餐桌上的牛蛙 在我们人类看来 这只是一道菜 但要知道在野外 牛蛙基本上没有天敌 而且极度排斥其他种类的蛙 牛蛙的食谱包括昆虫蛇 不过以上两位都是小儿科 真正强大的生物入侵案例 当属澳大利亚的人兔大战 人们总以为自己已经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任何事情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 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人类竟然连兔子都搞不定 更耻辱的是 澳大利亚人和兔子打了百年的战争 最后却是以惨败告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澳大利亚原本是没有兔子的 这里只有蠢萌的树袋熊和可爱的袋鼠 虽然也有大型的食肉动物 但是在人类登上澳大利亚的领土之后 这些本就稀少的猎食者基本都是灭绝了 只剩下了战斗力不太高的袋狼 不久之后 英国人开始将澳大利亚作为犯人流放地 很多东西包括动物牲畜也被英国人的船只带到了澳大利亚 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驶入澳大利亚 当时船上有六只兔子 它们原本并非主角 因为船上还有568位男性犯人 191名女性犯人 一个英国贵族官员 还有七匹马 七头牛 74头猪 从这些成员来看 这六只兔子是最不起眼的存在 事实上 由于这六只兔子都被关在笼子里 它们的确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只不过很多人见到别人带了兔子 这股风气也传播开来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饲养兔子 一是可以作为食物 二是可以作为狩猎的对象 虽然这一时期也有兔子挣脱牢笼 但最后它们并没有存活下来 直到1859年10月 一个名叫托马斯的贵族官员 在他位于维多利亚州的私人公园里 放养了24只兔子 这位官员本来是来管理这里的囚犯的 但他狂热的狩猎爱好 让他注定要被历史铭记 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给这片大陆 带来怎样沉重的灾难 托马斯对他的24只兔子采取放养方式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 它们可以无拘无束地交配 托马斯在玩了一段时间的狩猎游戏之后 突然发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已经猎杀了不少兔子 但他私人公园里的兔子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当然托马斯并没有在意 毕竟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 对人类几乎无法形成威胁的小动物 能有多大危害呢 不过他绝对没有想到 由于澳大利亚没有兔子的天敌 带狼也在英国人的努力下被消灭 加上这里气候适宜 水草丰美 这些兔子几乎是来到了天堂 于是在此后十年间 这些学兔繁殖了数以千万只 以每年130千米的速度 在澳洲南部扩散 到1920年 澳洲学兔的数量达到顶峰 有100亿只之多 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数据呢 这说明当时澳大利亚 可以给全球提供人均5只兔子 很多人奇怪 按理说这些兔子都是由那24个兔子 繁衍而来 这么小的种群样本 这些兔子 为什么没有因为近亲繁殖而灭亡呢 其实啊 近亲繁殖的最低样本数量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来岛鸭在1912年全球有效种群 只剩下7只 但依然恢复过来了 如果说是鲸鱼 大象 老虎 只剩下7只 可基本上就无力回天了 而且近亲繁殖导致生物灭绝并非绝对 只是会增加灭绝的概率 科学家们对澳大利亚的兔子们 进行过认祖归宗的检测 他们认为啊 澳大利亚所有的兔子 其祖先都源于公园里的13只兔子 这些兔子之所以能够发展到数亿的规模 首先是运气超级好 可以说是有天命之子光环加成 其次啊 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环境非常适合兔子生存 没有天敌和水草充足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兔子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 兔子的繁殖能力有多强呢 我们可以列一组数据 年轻雌兔五个月左右就可以繁殖 每胎产四到十二只幼崽 兔子和人一样不受发情期的限制 也就是说 他们全年任何时候均可造小兔 兔子的妊娠期约为一个月 最快可以再生小兔的第二天再次怀孕 这一点人类也自愧不如 这样算起来 一只成年雌兔一年可怀孕四到七次 每年能产下三十到六十只幼崽 而且雌兔寿命长达九年 也就是说一只雌兔一生可生产 两百多只幼崽 当然 还有一点同样重要 在最初的十三个兔祖宗成员里 除了穴兔野兔外 还有一些家兔 这样来看 最初的十三只兔子基因的种类质量 还是不错的 由于初始基因强大 再加上超强的繁殖能力 出现变异的情况也大大增加 因此 兔子们的基因多样性也得到了保障 最终成为了澳大利亚一霸 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不妨点个赞 接下来我们看看 百年人兔大战是否预示着地球的未来 当澳大利亚的兔子 繁衍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终于意识到了兔子的可怕 这些兔子因为具有打动天赋 会极大的破坏青草和灌木 造成草场迅速退化和水土流失 而且由于兔子太能吃 而澳大利亚本地的生物 又没有遇到过这么强大的吃货对手 因此 很多依赖草场生存的动物 都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灭绝 烤拉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 全是因为兔子不会爬树 否则它们绝对是第一个灭绝的生物 除了造成生物的灭绝 澳大利亚的农业也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 由于土壤被破坏 人们根本无法进行机械化生产 再加上这些兔子肆无忌惮的生长 它们的体型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有的巨无霸甚至比小猪都要撞 强大的体型也给了它们攻击其他生物的勇气 很多家禽都受到了兔子的攻击 这个虽然听起来很扯 但却是澳大利亚一直在发生的 为了对付这些兔子 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最初人们认为 虽然兔子已经泛滥 但只要人类动手 分分钟就能把问题解决 所以人们决定悬赏缉拿 兔子本来就是因为 人们狩猎的爱好而带过来的 如今悬赏捉拿这些兔子 定然能带动人们狩猎的积极性 然而它们小瞧了猎杀兔子的难度 以及兔子的繁衍能力 正所谓狡兔三窟 兔子可不是那么容易抓到的 因此悬赏捉拿兔子 基本是杯水车薪 随后人们决定 建隔离墙 把这些兔子圈起来 就能避免这些兔子 危害人类的农场 但它们又一次失策了 因为这些兔子是会打洞的 即便是修建了隔离墙 兔子们也能打洞从下面通过 随后人们又想出了 各种奇葩的办法 比如用大炮打兔子 飞机轰炸兔子 甚至投放大量毒气 消灭兔子 但这种做法容易伤及无辜 让很多本地生物都受到了波及 后来终于有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研制出一种 可以抑制兔子繁殖的病毒 这种病毒只对兔子有效 这才让澳大利亚的兔子 收敛了一些 不过还是那句话 兔子的繁殖能力太强了 很快一些新生的兔子 体内就有了抗体 于是这些兔子又猖狂起来 当然人们也想过 用以毒攻毒的方法 引进兔子的天敌狐狸 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比兔子 更好抓的动物 因此 这些狐狸根本不理会兔子 这样一来 不但兔子没有消灭 其他动物倒是先遭了殃 还有人说 要引进蛇利 要知道蛇利是会爬树的 到时候 先灭亡的不会是兔子 而是树带雄了 澳大利亚的人兔大战持续百年 至今还没有找到好的决绝办法 对于一向自以为强大的人类而言 绝对是一大耻辱 不过这种现象 表面上是人兔大战 实际上 却反映了自然的规律 人类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 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当今社会中 人类已经过多的干预地球上的事物 这似乎预示着地球在未来会给人类上极为不凡的一刻